今天我们要谈一谈 有关于肾的部分的问题 对 那我们现在看今天的VCR 真是很可惜 这个林杰良嘛 他这个侠依啊 说走就走 可是他也许肾息了25年 真是很痛苦 妈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肾脏不好 也会出人命 是啊 妈 你拿什么东西啊 我最近我腰酸被碰血 又跟我好不舒服 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啊 不用不用 最近我朋友从台湾给我寄来一份仙单 据说很有效 我看我看我看 给我看看 火血青春丸 阿嬷 阿嬷 你确定这种奇怪的小药丸可以吃吗 是吗 人家都说乱吃这种肠药 最容易得肾脏病了 简单耶 讲到肾大家都会比较有敏感 想要了解更多 对对对 所以来今天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许世彤医师 许一师您好 您好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我叫许世彤 最近在报道上看到了 有一个报道说 台湾是全世界洗肾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国家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呢 台湾的医学也是蛮发达的 那洗肾大部分是在医学比较发达的地方才会有 那台湾另外一个可能重要的问题就是 有一些不免来路的药 可能服用非常的广泛这样子 这个可能是造成洗肾的病人这么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那洗肾就是因为他肾衰竭或肾有了这个毛病了 那刚刚您讲的可能乱服成药 不免来路药有可能造成肾的负担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造成这种状况 那洗肾我们简单讲就是说 造成在末期肾脏疾病 洗肾最常见的原因 譬如说是糖尿病 慢性肾理肾炎 高血压 另外一些肿瘤 还一些免疫性的疾病 还一些比如说某些药物 还比如说因为这泌尿系统有阻塞小便不顺引起的这样子 那这是一般我们讲的慢性肾脏衰竭 但是临床上我们有某些叫做急性肾脏衰竭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肾脏的功能急速的下降 但是这部分的病人大部分在医院里面的 譬如说我们常看到的就是病人有休克的病人 譬如说因为hard attack引起休克 或者说败血病 或者是说有这个车祸流很多血 血压很低或者某些药物引起 但是急性肾脏衰竭的病人 大部分还是不需要洗肾的 只有少一部分需要洗肾 那就在这需要洗肾的病人里面 也很大一部分都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只有少一部分的病人 可能是年纪比较大 或者本来心肺功能就比较差 还是本来肾脏功能就比较大的时候 那会变成慢性洗肾的病人 那我也听到说在饮食方面如果吃得过咸 也会造成容易顺出毛病是不是真的 吃太咸就是盐吃太多本身会造成的问题是 譬如说是血压会太高的问题 会心脏的问题 会循环的问题 所以间接也会影响到肾脏 所以在肾脏的饮食方面 扫盐也是肾脏的饮食的一部分 就是不是直接影响肾的问题 而是说可能会造成高血压 也是间接的造成 对 我们都以为说吃太多 心脏的影响 对高血压的影响这样子 所以它是延代性 不是说直接的影响 因为譬如说在所有刚开始要洗肾的病人 大概有90%或90%以上都有高血压了 所以如果要护肾 就是要把血压顾好 对 然后不要有糖尿病 对 应该这样讲 平常我们就要自己把这些都顾好的话 对肾就会有比较好的保养 对 有没有什么症状可以说 可能性有问题 可能要去检查了 比如说会哪里会痛 或者怎么样 对 那我们肾脏衰竭 很简单讲 可以由完全正常的肾 到末期的肾脏病 分为第一期到第五期 第一期就是完全正常的肾 第五期就是末期的肾脏病 需要洗肾 那早期的时候 大部分是没有什么症状 那可能 而且肾脏病是因为是慢性的疾病 可能病人也比较习惯这种症状 那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是我年纪大的关系 还是气候的关系 还是吃坏肚子的关系等等 但是渐渐的肾脏的功能 慢慢的退化以后 到了第三期第四期 那有一些轻微的所谓尿毒症的症状 就会慢慢出现 比如说有什么样子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恶心 或是吐 或者是说胃口变得不太好 或者是说有时候会积水会水肿 如果积水在肺脏里面 可能会造成呼吸不好 或是皮肤痒 那有时候脑筋也会变得比较迟钝 等等 那如果有贫血的现象 可能脸色会比较苍白 人会比较虚弱 那如果有电解质不平衡 可能脚会抽筋等等 那这些现象统称为尿毒症 所以前期你说基本上是感觉不出来 可能你的肾已经在慢慢衰竭了 那如果固定每一年去做健康检查的部分 这一块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看得出你的肾功能的问题吗 对 当然我们要诊断一个肾病 也不会只有从说抽血检查 最重要还是要从病人的病史 然后再做一个身体检查 再做必要的抽血检查 再做必要的其他的X光检查等等 比如说如果病时 这个病人有长久的糖尿病 10年20年 或者是有family history的糖尿病 那这我们就会特别注意 还是高血压控制的很不好 那我们就会特别注意 所以肾脏病不会直接发生 一定是因为别的病症 造成他的一个连带的病发 对我们讲肾脏衰竭是很多疾病引起的 那肾脏衰竭的意思是说 肾脏没有办法正常执行它的功能 好我们讲到了这个症状或说预防 但是我们也会很好奇说洗肾洗肾 对 那到底洗肾是怎么个洗法 因为好像就像我们刚刚没讲 它洗了一辈子可能就 就得要洗了 就得以胜已经完全失去功能了 对洗肾我们比较更正确一些 一人讲话有两种 那最常见我们叫做腹膜 就叫做这个血液偷吸 那叫Hemolialysis 那血液因为洗肾也是一种Teamwork 当然最重要你的家庭医生 你的肾脏医生 你的血管外科的医生 还有Social Worker Nightician 洗肾的护士等等 那血管外科它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在你的手上 装一个动静脉的肉管 或一个小管子 那你每次基本上你去洗肾的时候 洗肾的护士会跟你插两个针头 一个在动脉侧 一个在静脉侧 那我们知道动脉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你的血会从动脉侧出来 到肾脏的机器 那肾脏的机器会把一些 不好的东西拿走 多余的水分拿走 那干净的血再从静脉侧 所以基本上洗肾就在洗血 洗肾就是一种 把血里面过滤 把不好的东西拿走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很辛苦 很辛苦 听起来就很辛苦 所以还是不要让它发生 那在最后 有没有什么建议跟我们大家说 预防肾脏出问题的话 有没有什么预防工作 在预防上 当然在通责上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注意饮食 那一般的我们就是要少盐 少油 那可能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取 蛋白质你吃越多 可能你的肾脏需要做越多的工 然后可能要 某些时候要避免高钾的食物 那但大部分的病人 如果有肾脏的病人的话 大部分人都会服用 譬如说Vitamin D 钙片 然后譬如说降龄的药 还有铁片等等 这样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针对它引起肾脏衰血 本来的疾病 去特别把它控制 譬如说你如果有糖尿病 就应该把血糖控制好 有高血压就要把血压控制好 那你如果有心肺的疾病 又把心肺控制好 因为心脏本身也会引起肾脏的问题 那吃药更重要 因为有一些药物 可能会影响肾脏的功能 而且某些药物 可能在肾脏病人 有肾脏的情况下 可能吃法会有一点不一样 OK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吃一些不明来路的药品 这样 对 这是最伤的 是 好 今天谢谢许医师 告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资讯 也希望大家顾好肾 你见人生就会赤彩色的 没有错 这个健康报报 这个单元获得很大的回响 是因为 大家可能对健康养生 有一些比较似是而非 或者这个什么 道题途说的一些想法 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为您举注 这个正确的一个 正确的指引 告诉大家该怎么样 顾自己的身体 对 比如说 今天要问的就跟肾有关 因为前面讲到肾 但是都没讲到肾结石 对 这种方法常常听到 尤其最近网络有在盛传说 肾结石多喝啤酒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排出结石 对 因为啤酒利尿嘛 是是是 那到底对还不对呢 那我告诉你是错的 为什么 不可以多喝啤酒 它是利尿的啊 你知道你讲 节石就是要把它排排排排出来 这个叫做有益力 基地有益 益 OK 那因为啤酒是属于比较酸性 高普林的这个饮料 它成分 那容易引起你的尿酸过多 尿酸过多就引起痛风 OK 而痛风呢 往往也是就我们刚刚医生讲的 也是造成所谓肾摔血 对对对 还有所谓肾结石 也可能是尿酸肾结石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呢 这是刚好相反 是反而会引起 更严重的受育食 或者带来肾结石 或者其他肾脏的疾病 对对对 那这个基本上不可以轻易尝试 也不要随便讲说 因为我有肾结石 所以我要多喝啤酒 这根本就是借口 对 好 以上就今天的我们讲量话 经过百年漂泊前 经过百年漂泊前